欢迎收看天空艺术 财宝小知识 7月出生的人有着像太阳一般的热情魅力 爱冒险 具有领袖的特质 搭配这样的特性 7月份的诞生时 非红宝石莫属 在古饭语中 红宝石的意思是 宝石之王 19世纪末 英国人占领了缅甸之后 巴不得把所有的红宝石都用回去英国进贡皇室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贵而且很贵的红宝石 红宝石简介 红宝石指的是红色的宝石极干玉 呈现出正红色或者是越带紫色调 橙色调的红色 红宝石的颜色浓度取决于各离子的浓度 个的含量越高 红色就越浓 缅甸 泰国 莫三比克都是红宝石主要的产地 然而最高品质的红宝石主要产于缅甸的蒙购地区 那里所产的歌雪红颜色鲜艳 类似歌雪色是目前价值最高的品种 为什么红宝石这么贵在15世纪之前当时的加工技术 还没有办法帮钻石抛光 所以红宝石比钻石还要昂贵 但即使是现在 顶级红宝石仍然比同样大小的顶级钻石昂贵 主要原因是高品质的红宝石产量非常稀少 而且尺寸偏小 超过5克拉的红宝石就十分稀有罕见了 2016年香港加世德秋拍拍出一颗10.05克拉 缅甸天然歌雪红红宝石戒指 以港币7900万成交 在同一场拍卖会当中 还有一枚5.01克拉缅甸天然歌雪红红宝石戒指 以港币1450万成交 红宝石的类型 出产的红宝石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透明的 可以切磨成颗面的红宝石 另外一种是半透明到不透明的 内含三组真状包裹体 切磨成弧形的时候 在弧面上会显示出六色星光现象 在市场上星光红宝石的克拉单价 一般来说比颗面的红宝石来得低 主要是因为星光红宝石的透明度比较低 红宝石的意义 财富、热情、力量 爱情 红宝石炙热的红色使人们总是把他 和热情、爱情连结在一起 被称为是爱情之石 象征着热情如火 以及永恒和坚珍 红宝石的功效 红宝石是代表着热情和威严的宝石 据说在左手戴上一枚红宝石戒指 或者是在左胸 配戴一枚红宝石的胸针 就会有一种红胸化级 变迪唯有的魔力 今天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话 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